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敬拜祢 我们在世的年日 都是祢的数算 祢也为我们安排好的赛程 让我们可以望着目标 举目向前 祖啊 竭力奔跑 祢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祖啊 叫我们不转眼看其他的人事物 祢就是我们的目标 祢愿意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急被暴露 我们愿意祢 这跟我们调和的灵 做我们里面新的人位 祖啊 求祢钢强我们 祖啊 叫我们能够与祢同行 感谢主 奉祢的名求 阿们 好 今天我们来到圣经中的人物 第85篇 我们今天要来看亚文的失败 跟他的死 我先用一张简图 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这一段行程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们在第一年的正月十四号 那天过了一月节 第二天正月十五号 他们就出了埃及 到了五旬节的时候 他们就到了西乃山 摩西在那里颁布律法 到了六月间 葬墓被开始建造 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 葬墓建造好了 立起来 然后设立亚伦 和他的儿子为祭司 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 从西乃山开始起行 在这个中间 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神启示立未继 第二年的三月间 他们到了加底斯 窥探美地 其实这里 他们已经到了美地的边缘了 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可是他们却不相信 因此受到神的惩罚 开始在旷野 漂流三十八年 我们看到大事实就是 可拉党的背叛 到了第四十年的正月间 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 在这里 我们看见米利安死了 他们为水争闹 摩西情绪失控 几打磐石 没有听从神的吩咐 而且也把神代表错了 然后接下来 他们就到了荷尔山 亚伦要死在那里 到了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开始讲生命记 讲完之后 摩西死在约旦河的东边 到了第四十一年正月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今天我们要来看亚伦的死 还有他一生的几件重大的事情 我们上次也看见了 以东拒绝让以色列人通过 那么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亚伦造金牛毒的事 还有在旷野 米利安亚伦毁谤摩西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第二年就来到了加底斯 因为十个探子报恶性 百姓不愿意进入美地 反而要另立领袖回埃及去 神教报恶性的十个探子立刻死了 唯有约苏亚和加勒 两个人可以进入美地 神还发誓 二十岁以上所有发愿员的 都要倒闭在旷野 他们原先害怕 他们的孩子会被掳去 神却让这些孩子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第一代人的罪 在神的教训之中长大 不再发愿员 然后进入美地 于是原来十一天可走的路程 却走了三十八年 他们在旷野一直飘荡 等时候满了 四十年到了 神又带他们回到了加底斯 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死了 在这里又没有水了 百姓争闹 摩西因为受到姐姐死的影响 情绪失控 把神代表错了 他和亚伦两个人也都不能进入美地 神带领以色列人 没有从加底斯 那时候加底斯在美地的南边了 没有从那里直接进入美地 却要绕到死海的东边 要经过约旦河 才进入美地 为什么这么做呢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经过旷野 进入美地的路程 其实是一整幅图画 说出神要他的子民 不仅是旧约的 也包含我们今天新约信徒 所要经过的路 埃及表真世界 包含世界的各种享受 和给人的美味 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在世界里 也被物质世界的事物所供应 或迷惑 我们不知道神对人 是有崇高的旨意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 接受了逾越节羊羔的血 吃了羊羔的肉 出埃及过了红海 表真我们也是接受了 基督的救赎 并且也得到能力 能够离开埃及 离开世界 受尽得救 接着以色列人就进入旷野 表真我们得救之后 神要断开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并用蜀天的玛拿 来重新构成我们内在的琐事 用磐石流出的活水 所表真的纳林来攻击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圣别 能够一起来建造藏墓 今天讲说 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让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 一同前往美地 那包罗万有之丰富的基督 有全辈的供应 全辈的享受 在那里建造 不摇动的圣殿 带入神的国 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 一直发怨言 背叹神的经历 这也就是我们得救之后 在魂里 不认识内住的纳林 所给我们的各种安排 禁欲 就一直在魂的旷野飘荡 本来很短的11天的路程 却成了飘荡的38年 这都是我们不活在调和的灵里 却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己 也就是我们的魂里面 所以要进入美地 神必须带领我们经过约旦河 要把我们的己埋葬 留在河里面 12块石头要从美地上 放入河里面 另外12块石头要从约旦河里面 取出来 放在美地上 这就是表征我们的己 要留在基督的死里面 只有那复活重生的新人 才能够活在美地上 因此美地表征基督 也表征我们要活在调和的灵里 才能够享受美地的一切丰富出彩 因此以色列人必须从约旦河东之处 进入美地 他们要从加底斯往南走 绕过以东 经过摩押地 来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 好 我做一张简图 我们来看一下 神指宁旅程的三个阶段 这是地中海 这是海岸 这是红海 在红海 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 有加利利湖 流过约旦河 到了死海 所以我们看见在南边这里是埃及 埃及的东边 就是旷野 然后 这个 在约旦河西 就叫做迦南美地 在这三个地方 埃及表征我们在肉体的享受 到了旷野 如果我们不活在灵里 我们就是在魂的飘荡里面 三十八年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了加南美地 我们就在灵里享受 加南美地的一切丰富供应 在这个路程上 我们也看见 神要带以色列人 过两次的海 一次就是过红海 另外一次就是过约旦河 过红海 表示他们要脱胎世界 离开世界的一切的供应和影响 那么过约旦河 这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己 埋葬在河里 希望这个简图 我们都能够有深的印象 好 那我们看实际的情形 这里就是 以色列人到了加底斯巴尼亚 这里呢 其实就到美地的南边了 那么他们往前行 亚伦就死在格尔山 因为他们不能经过以东 我们上周我们看见了 他们必须绕过以东 从南边往北边去 经过摩押地 然后到达这个叫做摩押的平原 也就是在耶利哥的对面 他们要从这里过约旦河 明书记二十章 耶和华在以东地边界的河尔山上 对摩西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本民那里 他必不得进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的事上 你们违背了我的话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撒上和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本民 米利巴的水的事 就是当以色列人来到加底斯巴尼亚 没有水了 百姓就争闹 看来 似乎仅有摩西 因为没有照着神的指示 去吩咐磐石即可 他却情绪失控 击打了磐石两下 把神代表错了 这就是摩西和亚伦 两个人都不能够进入美地 是不是亚伦被摩西牵连 一起受惩罚了 我们看一下圣经的记载 是怎么说的 明书记二十章第二节 会众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是攻击两个人 百姓是攻击摩西和亚伦两个人 不是仅仅攻击摩西 第六节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 到会幕门口面浮一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第七第八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拿着仗和你哥哥亚伦 所以这里神是吩咐 摩西和亚伦拿着仗一起出去了 召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这样你就为他们使水 从磐石中流出来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所以这里头 摩西和亚伦两个人是一起 到磐石面前去吩咐磐石 第十节 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面前 也是他们两个去把会众召集的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们要为你们使水 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这话是摩西说的没有错 在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 神仅仅仅吩咐摩西一个人拿着仗去 并没有包含亚伦在内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仗 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和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所以我这里头是很清楚的 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 神仅仅仅吩摩西 而且是摩西一个人去做的 但是第二次就是摩西和亚伦 两个人接受神的吩咐 两个人一起出去到群众的面前 三十多年之后 因为他们两人的姐姐米利安刚刚死了 摩西和亚伦两个人都被天然的感情影响了 两个人也一定被死亡玷污了 要知道 利威吉二十一章说了 大祭司不可以挨尽死人 甚至不可以为父母玷污自己 而亚伦这位大祭司却违反了这个规定 两个人的心情都很坏 又被百姓的争闹激动起来 摩西发怒 说了气急败坏的话 又愤愤的击打磐石两下 而亚伦这个时候是和摩西站在一起的 他知道摩西应该如何来做 却没有劝主摩西 阻挡他发怒 这得罪神的惩罚也就临到亚伦了 就如同蛇在伊甸园中勾引女人的时候 亚当就是与女人在一起的 亚当是亲自听过神的吩咐 却没有阻止女人与蛇的对话 当女人吃了禁果 也拿给亚当吃的时候 亚当也没有说不可 虽然是女人被诱惑犯罪 但是那与他一起的亚当没有拦阻 这个罪也就算在亚当的头上 到了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 说是亚当过犯样式的犯罪 亚伦是神所设立做摩西的助手 却没有在该说不的时候 尽神给他的职责 这是亚伦一生的写照 在以西节书第三章 神说 我何时指的恶人说 你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劝戒恶人 使他离开恶行 得以存活 那恶人必因自己的罪孽而死 我却要从你手中追讨 留他写的罪 倘若你警戒恶人 他仍不转离自己的恶 也不离开恶行 他必因自己的罪孽而死 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 我们也是去警戒人 我们也去劝戒人 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传 接不接受是那个人的责任 但是至少我们在神的面前 尽了我们这一份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受父神差遣的耶稣 劝戒门徒要警醒 要预备他的再来 主耶稣在他离世之前 特地的来警告他的门徒 要警醒也要预备 保罗也说 我们宣扬他是用全般的智慧 警戒个人 教导个人 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 保罗在这里头 首先讲的是警戒 因为我们经常都会疏忽 好 我们先从亚伦的被神呼召来看 在火烧荆棘的意象 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而摩西是一再推迟 即使神给了他三个神迹 使他的杖变作蛇 他的手像怀里一伸就长得麻风 河水变成了血 有这三个神迹之后 摩西还是不愿意去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向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还是这样 我本是左口笨舌的 摩西不能否认神给他的这些神迹 但他的眼睛还是继续看自己 认为神没有给他足以说服 以色列长老的口才 这里头是说神差遣他 去见以色列长老 要把他们带出去 摩西在埃及王宫受了教育 本应当是能言善道 可是他在旷野四十年 天天放羊 没有人说话 他已经是左口笨舌了 耶和华对他说 谁使人有口 谁使人口雅耳聋 慕名眼瞎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每提出一个理由 就给神一个机会 来启示他是耶和华 我是的神 摩西有任何的借口 任何的缺乏 神都有预备 都可以来应付他所缺乏的 神启示 他是创造的主 使人有口 使人有口雅耳聋 慕名眼瞎 他必赐摩西口才 只教他所当说的话 这还有什么问题呢 不需要担心了 神说现在去吧 这是命令事 意思就是不要再推迟了 神有计划 但是神需要人跟他配合 采取行动的 人如果不愿意的话 神也没有办法 摩西说 主啊 你愿意猜遣谁 就猜遣谁吧 摩西这时候 他的讲话 真是无可奈何 他实在就是不想去 这是摩西第四次 推迟神的猜遣 摩西已经找不到 其他合理的理由 只好露出自己的本相 反正我就是不想去 我也不愿意去 主啊 你另外找人去吧 耶和华向他发怒 说 不是有你哥哥 立位人 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他一见你 心里就欢喜 你要对他说话 将当说的话 放在他口中 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 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 他要做你的口 你要做他的神 你手里要拿这杖 用来行神迹 所以这是亚伦的 被神胡召了 摩西一再推迟 神动怒了 提出了亚伦 神知道他是能言的 是摩西的代言人 就是摩西的生言者 而摩西做领袖的责任 人是要他自己来肩负的 摩西和亚伦的关系 就像神与生言者的关系 神把话说给摩西 摩西再把话说给亚伦 亚伦再来代表说话 连神都知道亚伦很能说话 那亚伦的口才一定很好了 可是他这么会说话的人 却在几个重要关头 不说话 没有说不 神的忍耐和恩慈 是有原则的 他不能容忍 自己所拣选的摩西 一直停留在自我的小天地里 神要拯救以色列之前 先要拯救摩西 脱离自己 所以我们刚刚看见 神要带以色列人 过约旦河 也就是同样的 要脱离己 我是你口才 原文是加重语气的我 耶和华我是 必定能够赐给你口才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从今以后 你摩西说的话 就是我口说的话 你一定能够会说话的 既然神已经讲到这个地步了 摩西口里所说的话 就是神口里所说的话 摩西就无法再做推脱了 而后来认识神的摩西 所写的生命记 整本书就是神的话 摩西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 只好照着神的指示 去埃及了 在书一级第四章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现在他就是亚伦 出来迎接你了 因此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 他就去 在神的山 遇见摩西 和他亲嘴 无所不在的耶和华 立刻从神的山 去找到亚伦 对他说话 要出去迎接摩西 要知道 当时以色列人 是每天都在法老的 看顾之下 做苦工的 不能够失智离开埃及的 但是对于 无所不能的耶和华 这些都不成问题 立刻把亚伦 带了出来 摩西将耶和华 猜浅他所说的一切话 和嘱咐他所行的一切神迹 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亚伦 就去召聚 以色列人的众长老 亚伦 将耶和华神 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 都诉说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亚伦在尽他这个 声言者的职份 然后又在百姓眼前 行的那些神迹 这些神迹是神显给摩西看的 但现在亚伦也能够行 这些神迹了 百姓就信了 他们听见耶和华 眷顾以色列人 检查他们的困苦 就低头敬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亚伦所做的 就是摩西的声言者 对以色列人 讲摩西 告诉他的话 也行了神给摩西的神迹 他是一个 尽职的声言者 到了第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看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 做神 你的哥哥亚伦 要做你的声言者 凡我吩咐你的 你都要说 然后你的哥哥亚伦 要告诉法老 叫他让以色列人 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也要在埃及地 使我的神迹 与歧视争多 但是法老 必不听你们 我要下手击打埃及 借着几重的刑罚 将我的军队 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 神开的百姓 不是难民 是军队 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 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好 到了第六节 摩西亚伦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 他们就照样行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 尽职的 他们二人这时候 完全是凭着信心 会听神的话 耶且爷 神怎么说 他们就照样行 接下来 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 前面四个神迹 就是杖变成蛇 河水变成血 青蛙满了埃及地 成土变成狮子 都是神指示摩西 然后摩西告诉亚伦 由亚伦来行神迹的 所以亚伦 是会行神迹的 这就是神所说的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 做神 你的哥哥亚伦 要做你的生严者 而亚伦也非常 忠心尽职 他们出了埃及以后 到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 还有亚伦的两个儿子 拿达和雅比户 并且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耶和华这里来 远远的敬拜 随后摩西和亚伦 拿达和雅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像天本身一样宁静 他不伸手加害以色列人的尊贵者 他们观看神 并且又吃又喝 神在这个时候 让亚伦和他两个儿子 拿达和雅比户 还有其他七十个长老 一同上山去敬拜神 看见了神 还在神面前又吃又喝 这是暗示亚伦一家 有神特别的眷顾 给了他们一个殊荣 就是预备 他们是要承接祭司的圣职的 然而 拿达和雅比户 看见祭司在承接圣职典礼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烧进了盘上的烦气和自由 众民一见 竟都欢呼 面浮于地 他们也想去凑热闹 就献上了烦火 但是这是神禁止的 所以拿达和雅比户 立刻被击杀 失去了 已经得到的祭司职份 他们两人真是愚蠢 自以为是 轻慢了神 神是轻慢不得的 而亚伦这时候 只能够默默不言 强忍心中的忧伤 一直情感的流露 因为他没有制止 儿子的行动 你的哥哥 立位仁亚伦 神在出埃及记四章十四节 是这样称呼亚伦的 因为神的主宰安排 要亚伦得着祭司的职任 所以在西南山上 对摩西启示 藏幕的建造时候 就把这个心意 启示了出来 二十八章出埃及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 使你的哥哥亚伦 和他的儿子 拿达雅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马 一同就近你 可以做祭司 侍奉我 所以当时神的心意 是亚伦和他四个儿子 一同来做祭司 一同来侍奉神的 到了四十一节 要把这些 给你哥哥亚伦 和他儿子们穿戴 又要高他们 使他们承接圣职 将他们分别为圣 他们好做祭司 侍奉我 神原来是要 以色列众人 做祭司的国度的 但是以色列人因为惧怕 就求摩西来代替他们 神也领准了这件事情 故此摩西独自 担任临时祭司的职份 为百姓献祭 神启示摩西建到藏幕 当时就吩咐 他要预备 祭司穿的圣衣 使亚伦和他的后裔 能够攻祭司的职份 摩西担任 祭司的职份 一直到亚伦和他的儿子 借着承接祭司的礼仪 被正式设立了 摩西的祭司职份 才停止了 虽然神对亚伦一家 有如此崇高的托付 但是亚伦 却糊涂了 当神在西南山上 启示摩西 要设立亚伦 做祭司的之后 那是出埃及记的28章 而在山下 百姓却逼着亚伦 造偶像 32章 百姓见摩西 慈言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起来 为我们造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 从埃及地上来的 那人摩西 我们不知道 他遭遇了什么事 摩西在这次上山之前 因为听见神 吩咐他要留在这里 就托付亚伦 做带领领袖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 都非常的尽职 忠心可靠 亚伦从开始 做摩西的圣言者 向法老说话 行神机 然后又得着 带着两个儿子 上山去敬拜神 他已经对神 有了难以想象的 亲身的经历了 尤其神 刚刚扳不了十届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可是这个时候 亚伦却在百姓的 墙逼之下 再次的 不敢说不 亚伦被 暴民挟制了 亚伦对他们说 把你们 妻子 儿子 女儿 耳上的 金环 摘下 拿来给我 众百姓 众百姓就用他们 耳上的 金环 摘下 拿来 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 接过来 注了一只 牛犊 是用雕刻的工具 做成的 他们就说 以色列 这是领米 从埃及地上来的神 亚伦看见 就在牛犊 面前 足谈 并且宣告说 明天 要向 耶和华 守节 可以看到 亚伦在这个 做金牛犊 的事上 并且还宣告 要向 耶和华 守节 他 看这个金牛犊 就是 耶和华了 在被群众吵闹得 无法做主的时候 亚伦并没有像摩西一样 先来求问神 却是跟随百姓的要求 自己做主 要他们摘下 妻子儿女 耳上的金环给他 他原以为 百姓自己 或者 他们的妻子儿女 会舍不得 把金器给他的 他的难题 就可以解决了 谁知 百姓就都摘下 他们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了亚伦 于是 亚伦就越陷越深 居然用这些金环 丰富金将 住了一只金牛犊 而百姓看见金牛犊 就说 以色列 这是邻里 从埃及地上来的神 而亚伦看见百姓 如此说 就在牛犊面前 足谈 并且还宣告说 明天要向 耶和哥娃守洁 他私自 以代理领袖的身份 来做的祭司 而且是 拜神所禁止的偶像 要知道 亚伦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 那个帐幕还没有被建造起来 他还没有被正式设立为大祭司了 可是他先就已经 失智的 做了祭司 宣告他要来 祖坛 献祭了 亚伦这个时候 完全忘了神和摩西给他的托付 忘了对神的经历 他落在 好好他身边 看得见的人 亚伦这个时候 竟然答应 以色列人的要求 住到的金牛犊 就是不思念神的事 只思念人的事 是要被主责备 说 撒旦 退我背后去吧 这个时候 亚伦就是撒旦的化身 其实摩西不在的时候 亚伦既是摩西的发言人 又是代理领袖 只要他提醒百姓 神刚刚颁布的实戒 是绝对禁止造偶像的 或者他能够刚强 说一些警告的话 应该可以阻挡以色列人犯罪 但是亚伦一开始就不敢说不 并且以色列人一要求 亚伦就答应 为他们造金牛犊 他失去了 做领袖的正当地位和权柄 当摩西责备他的时候 他却先怪罪于百姓 专于作恶 可以推脱他的责任 然后他又说 凡有金环的都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把金环给了我 我把金环扔在火中 这牛犊就出来了 怎么可能呢 亚伦把金环扔在火中 金牛犊便会出来 他以为这个就是神迹吗 他在法老面前行过神迹的 但是那个时候他是站在摩西的代言人身份 他与摩西是一 而摩西是与神是一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能够行神迹的 现在他被摩西责备了 居然也想用神迹的谎言来做借口 这就成为千古奇台 他这个借口 可能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 虽然亚伦这时候 还没有被设立为大祭司 却变成了拜金牛犊的祭司 还带着百姓像偶像献祭 摩西的带领领袖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今天也有许多所谓的带头人 像亚伦一样 带领信徒过圣诞节 过所谓的万神节 其实就是鬼节 过一大堆是拜鬼的事情 今天基督徒当中 有些假冒是神的东西 居然也受人敬拜 好像他真是神自己一样 亚伦犯了这么大的罪 赵里应该立刻被杀的 但是摩西为他向神苦苦哀求 生命纪九章二十节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 要灭绝他 那个时候 我也为亚伦祷告 摩西为亚伦求情 并不是出于亲情 而是因为他在山上 听见了神 要设立亚伦一家为祭司 他是为了神的拣选来求 如果摩西是为了亲情来求 神不会答应的 而摩西是为了神的拣选来求 神就答应了 所以我们在为人代求的时候 也要学习照着神的旨意来代求 正如同亚伦拉罕为罗德代求的时候 完全没有站在亲情这一面 而是根据神的公义来求 神也就答应了 因为摩西的代求 使亚伦逃过了领导拜金牛犊 那该死的惩罚 但是在藏幕建造完成 在神的带领之下 百姓开始在旷野中行动的时候 亚伦又出了问题了 到了民数纪十二章 米利安和亚伦 米利安就是亚伦和摩西的两个人的姐姐 因为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 就毁谤她 他们说 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 她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 他们说这话 耶和华听见了 我一再讲 神的耳朵是好的很 当耶和华把法老军兵淹没在红海里 摩西向神唱了一首赞美的歌之后 亚伦的姐姐 女生言者 米利安 在这里 特别说她是女生言者 手里拿着鼓 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 米利安硬核她们说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她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可是就这么一次 说她是女生言者 没有错 亚伦的姐姐米利安是女生言者 但是圣经中就这么一次提到她 跟在摩西的后面歌唱 还不是在摩西的前面出来 其他并没有提到她有任何的声言 还有她跟神的关系是如何 可是无知 自以为是的米利安 看摩西不顺眼 这个小弟弟 怎么会这么的受抬举 找到一个借口 就来毁谤摩西 米利安自居是亚伦和摩西的姐姐 当年摩西被放在河边的时候 还是她去向法老的女儿提起 找了妈妈来当奶妈 摩西的小婴孩 不但得到合适的儒养 更知道她自己是吸不来的 没有米利安的帮助 哪来摩西今天的地位和声望 这个时候亚伦已经被正式设立为大祭司了 他曾经做过摩西的生言者 又是摩西的哥哥 凭着这三个身份 亚伦就忘记了 摩西曾经为他代求 他也放肆起来 米利安和亚伦都是神的子民 也都是侍奉神的人 但是神并没有把给摩西的带领地位和权柄给他们 摩西之与亚伦就如同神一样的 他们看见神是向摩西说话 嫉妒心发作起来 凭着做姐姐和哥哥的天然关系 就挑战摩西 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 他也不借着我们说话吗 这里的毁谤原文是阴性单数的动词 所以指出来 这是米利安领头毁谤摩西 亚伦是被守死的 他仅仅是复合的 但是这一次 亚伦又一次忘记 摩西是神设立的 他没有向米利安说不 他又失败了 由亲人来的毁谤 这对摩西在以色列人中的形象 有很大的破坏 虽然摩西这人极其谦和 胜过地上的众人 但对他作为一个属灵领袖 他的人格和侍奉动机 如果遭到任何的损毁 都会令神的百姓 失去尊敬的楷模 而间接增加摩西在日后领导 以色列人的困难 这也给摩西欣赏一个厉害的打击 因为这是由他的亲姐姐和哥哥来的 由亲人来的打击 这是非常非常这个诡诈 而且是伤痛 米利安这世的毁谤 摩西可能就是为了后来 可拉党的叛变 撒下的种子 如同耶稣因的传福音 忙得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了 耶稣的亲厨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癫狂了这话好像他是发疯了 这就为经学家开的亵渎他的路了 因为下一句话 在马可福音就说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学家说 他有别西普妇的 就是鬼王妇的 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 我们不要小看 一点点的怨言和毁谤的话 到了主再来的时候 这些闲话都要被再次的供出来 当百姓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 摩西都是面福于地 让神来做决定 所以这一次当摩西的地位 受到亲人挑战的时候 他也没有向神伸冤 反而写下了 摩西这人极其谦和 他在毁谤者面前 并不为自己争辩是非 而是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默然等候神的表白 主耶稣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又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因此你们要负我的恶 且要跟我学 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我们若肯把一切都交托给主 学习主的榜样 主就必然负责来替我们表白 而米利安和亚伦说的话 耶和华听见了 这表示在他们两人眼中 只有天然的姐弟兄弟关系 而没有看见神的主导 他们以为这话只是对摩西说说罢了 但是这话根本上是挑战神的拣选 和权柄的代表 神不能自知不灵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遇见的难处 就像摩西发言言 但是神都听见了 他们为什么像摩西发言言呢 就是指认人不认识神 米利安和亚伦 这个时候也是如此 认人不认神 是所有怨言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落在善恶知识树上 没有接触生命 十二章第四节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 你看即使在这里头 这个记载 摩西是第一个人 亚伦第二 米利安是第三 照着他们天然出生的顺序 米利安是老大 然后是亚伦 然后他是摩西 但是这里头 神是站在神的行政的地位上 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 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幕门口 呼召亚伦和米利安 二人出来了 耶和华就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声言者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 使他认识我 我要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的 他在我全家是中性的 我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不用谜语 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 就离开了 神通常是借着异象和梦 间接地向声言者说话 但是摩西却不是普通的声言者 而是被神拣选为神家的仆人 有特殊的权柄和地位 神还为摩西表白说 他在我全家是中性的 所以神作为全家之主 会直接地向摩西说话 我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不用谜语 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象 不必通过第三者来传达 米利安立刻患了麻风 像血那样白 这个时候米利安看起来 像那出母胎 肉就已经是半烂的死胎了 相当下流 圣经中的麻风 就是表征背叛 而米利安这个名字的意思 也就是背叛 所以背叛是从我们最亲的家人开始 亚伦吓坏了 赶快向摩西求行 我主啊 求你不要将我们愚昧 所犯的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亚伦在毁谤摩西的时候 子高气昂 神出手审判的 立刻低声下气 称摩西为我主 不是说我的弟弟 也承认他们两个人的愚昧 所犯的这罪 摩西不顾自己被毁谤 被冒犯 立刻为米利安求情 神啊 求你医治他 耶和华并不立刻使麻风退去 要把米利安在营外隔离七天 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一面向百姓表白摩西的地位 同时也杀鸡锦猴 以免有人来挑战摩西的地位 然而可拉党就是没有学到功课 后来就遭到更大的惩罚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神安排亚伦做摩西的生颜者 也给他好的口才 但是他在三次重要事件中 没有站在生颜者该有的地位 反而是被人摆布 在金牛族事件 他没有向百姓说不 没有阻挡百姓要他做偶像 还带领他们犯罪 在米利安毁谤摩西的时候 他没有说不 没有阻挡米利安触犯神的权柄 结果就被牵扯犯罪 第三 在米利巴第二次缺水的事件中 他作为摩西的帮手 也听见了神的吩咐 却没有说不 没有防止摩西 把神代表错了 亚伦最大的弱点是 不敢说不 他容易受人摆布 圣经记载他三次重大的失败 都是因为没有忠信向着神 却是向着人火 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结果就是陪着别人一起受惩罚 但亚伦在可拉背叛中 学会了圣服 照着摩西的话 其实是神吩咐过摩西的话 以大祭司的身份 带上香炉 奔到贵重中间 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 是瘟疫之息 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 拣选了亚伦做大祭司 多方容忍他的软弱 只有耶稣才是那 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 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示诱 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罪 感谢主 这位可能同情我们的大祭司 也受过跟我们一样的 所有的示诱 却没有犯过罪 这位大祭司 耶稣已经来了 米利安和亚伦是摩西的兄姐 这是在他们天然亲情的一面 但是米利安靠着这层关系 却嫉妒弟弟的被神重用 手使亚伦一同毁谤摩西 他们两人不认识在 在侍奉神的上面 摩西得到神特别的事与 职责 并且是面对面的说话的恩赐 这就是保罗的劝勉 凡事都不师徒好征 也不贪图虚荣 只要心思卑微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有的问题都是 我们的己不服输 我们的己想要出来 他们养人要从自己的小天地里出来 亚伦的没有主见 向着人活 不敢说不 也就是留在他自己的己里面 他们天然的己需要被了结 正如同以色列人要进入美地 必须过约旦河 把天然的己埋葬 并且留在河底 这也是我今天在信息的开始 就先讲 以色列人进入美地 是要从约旦河进去的 就是要了结我们的己 这就是神要绕道 从约旦河的东边 经过约旦河 进入美地的原因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否认起 背起他的十字架 并且跟从我 我们的主一生就是背十字架的生活 他为我们披荆斩棋 开了这条道路 进入荣耀里去 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 要跟从他 也来否认起 求主 让我们不是向人活 而是向主活 阿们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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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